這個過程當中一直發生錯誤的話 請你看一下雲端白板上面的第16頁 那我又把這邊叫樞紐分析 樞紐分析表與圖 這兩個 一個是樞紐 樞紐表 所以你看一下這邊 這個 然後呢 這個步驟在這邊 第一步 第二步 第三 第四 所以其實我都是步驟 你不要多其他的步驟 哪怕你只是那個滾輪有沒有 你滾輪滾一下 你會發現滾一下 他就幫你寫一個程式 反正呢 其實錄製劇集他非常敏感 也就是你只要做任何的動作 他就會自己幫你產生對應的程式 所以這個可能四個步驟 多一個都不行 最後其實我是刪掉一些東西 刪掉這邊本來前面有工作法名稱 還有下面可能有兩行程式 然後並且加這個啦 其他好像都沒有加 所以這個動作 可能還是要特別特別小心 那我再把剛剛的動作 細節再做過一遍 所以你這個開發人 我剛剛做的程式在這邊 假設你沒有多餘的動作 應該都蠻簡潔的 那我剛剛說的 第一個插入什麼 樞紐分析表 油不要放這裡就好了 不要選 也不要選哪一個欄位 你就直接放在這裡 他只要插入樞紐分析表 他會自動去偵測 你的那個儲存格所放的位置 他會延伸到這個範圍對不對 A1嘛 然後到居 居應該是這邊 居油啦 除非他有時候選的時候 沒有選到居啦 那你可能自己再改一下 然後按確定 然後一樣 所以第一個插入樞紐分析表 其他都不要做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把什麼 把區拖拉到尺 記得喔 這個是拖拉 放開 然後在區拖拉到列 記得這個順序不能顛倒 因為顛倒好像最後得到的結果 就是錯誤的 所以這個是第二步 第三步 第四步就優標放B4 然後呢 把它把資料 列到A 有沒有 這樣OK了 好 停止錄製 完成這個動作了 這樣子的話 錄下來結果呢 再去修改 應該就會是正確的 那修改完的結果 我就是把這個啦 所以你就比對一下 理論上應該就是 重點就是幾個 我乾脆把它 mark起來好了 反正就是 你只要這個幾個地方 不要做錯 其他應該都OK 大概這樣子 然後另外還要刪掉那個什麼 本來版本嘛 豆點Version等於6 豆點DefaultVersion等於6 那個部分把它刪掉 其實就OK了 好 所以可能自己再稍微花一點時間 這個部分其實我是覺得就是比對的功夫 好 好 那這個部分的話 把它run完之後 那我們執行完 我再run一下 所以剛剛run的部分 可以從哪邊 從這邊也可以啦 直接把它執行一下 剛剛是樞紐表底線區 按執行 這邊就出來了 OK 所以不用重做了 那再來的話就是什麼 就是在旁邊加一個那個圖 那加的位置 其實我大概想也差不多跟上禮拜一樣 反正就放在第二吧 然後放10個欄位 所以第二到這邊好了 10個欄好像我記得到M 然後到哪邊呢 到看要不要到這個地方好了 這邊應該是19列 或者20列也可以 20列好像比較好記 那就把圖放在這個地方 那只是圖我希望是那個圓形圖 OK 所以喔 最好彩排一下 我再彩排一下 彩排的話 油標記得一定放這個表格裡面 然後上面會有個分析 找到樞紐 樞紐分析圖 特別說這個可能要 記一下 OK 分析的部分 而且喔 不同的版本 放的位置稍微不同 不過一定都有樞紐分析圖 OK 然後呢我就點樞紐分析圖 然後把它改成圓形圖 按確定 然後呢 這個位置跟大小不調整 因為我待會用程式的方式改就可以了 我只需要做一個動作 按右鍵 這個新增資料標籤 新增資料圖書文字 這個就OK了 不過跟各位講喔 這個功能喔 這個功能喔 只有在那個 我記得好像是 2016以後的版本才有 所以舊的版本沒有喔 沒有的話 你可能只能用上面這個 叫做新增資料標籤 那做法可能就不一樣了 不過我們先 先 暫時先不要管喔 不然的話 可能會 越來越複雜 按右鍵喔 把這個地方有沒有 插入新增圖書文字 那其實我之前上課還有多一個動作 就是我希望把中山區的這一個部分喔 把它炸開 那怎麼炸開喔 點中山區一下 往外拉 它可以讓它往外 有沒有 凸顯一下 治安最差的中山區 OK 這個是炸開啦 不過這個看你們需要錄啦 如果要錄就把它錄進去 它也會有程式顯示出來喔 好 那假設我們已經大概知道我要的結果 其他像位置 大小 還有這個標題 另外這個圖裡喔 我們一樣套用之前的程式 拿來改就好了 因為我覺得這個的話 要錄進去 程式 太複雜了 而且我是覺得 錄進去的程式 除了複雜之外 而且非常冗長 我覺得 它錄給我的程式 我不喜歡 所以我乾脆直接套範本 我覺得會比較簡單 OK 那至於怎麼做 我做一次給各位看一下喔 OK 所以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喔 樞紐 這個叫 剛剛是樞紐表 這個叫樞紐圖 OK 好 所以喔 接下來就要開始 這樣子 一樣 就是 一 游標記得放這邊就好了 然後 錄是聚齊 這邊的話呢 就是給它一個叫樞紐圖 底線 加一個 底線區好了 OK 好 第一個step吧 還沒拿 這個應該不算第一個 這個只是給名稱而已 這有點像開始錄啦 OK 按確定 好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就一樣喔 就是 分析裡面的樞紐分析表 第一個step 所以step1 就是 分析找到樞紐分析圖 然後呢 並且跟它講說 我要的是 圓形圖 在這個 可以按確定就好了 好 其實只有一個步驟 第一個步驟就是 找到圓形圖 第二個步驟呢 就是按滑鼠右鍵 然後選擇 插入資料標籤 有沒有 新增資料標籤 新增圖說文字 OK 所以第二個動作 就是加標籤 你說老師不加可不可以 也可以 只是看起來 我是覺得真的不清楚 因為旁邊圖立書 真的這樣看 感覺好像真的蠻吃力的 不如直接給它一個標籤 好 再來的話呢 可能就是說 如果還希望在凸顯 中山區的話 請你 不過這個 可能會比較難一點喔 記得要怎麼把它往外推 記得你先點一下中山區 那什麼時候可以往外推 就是你看到中山區 這個區塊 它的三個端點出現 然後沒有出現其他點的時候 再按住它不要放往外推 那推多少 反正適當就可以了 放開 好 這樣OK了 不過我看等一下 應該會有蠻多同學會 卡在這裡的 OK 不過沒關係啦 反正就是先做做看 如果不OK的話 NG重來一下 好 這樣OK了 我們就停止錄製 開發人員停止錄製 好 再來的話 就是看一下錄到什麼東西 所以直接在巨集裡面 找到應該樞紐表 樞紐圖 底線區這個 編輯一下 有啦 有沒有 所以上面的註解 先拿掉一下 那其實 最關鍵的其實就是 ADCH2 這個應該是第一行 所以上面這一行是可以拿掉 所以特別注意 以後可能記一下 反正第一行一定是ADCH2 如果上面有多一些其他的 一定把它刪掉沒關係 有沒有 ADCH2 這個是 等於是插入 應該知道吧 樞紐分析表 應該要插入樞紐分析表 這個是第一步 那其實主要是這兩行啦 這兩行是 等於是加了一個 這個圓形圖 那這個叫什麼 Full Serial Connection 1.slate 這個應該指的是什麼 指的是中山區那個那一塊有沒有 我要把它往外拉 把它炸開的意思 所以這邊應該會出現 有一個 有一個 更正一下 這個應該這兩行應該是那個 資料標籤 所以 我好像有做了一個資料標籤的動作 按右鍵新增資料標籤 那炸開的話應該是 這兩行才對 有沒有 我把那個 中山區的部分 把它炸開 所以你會發現 炸開的話 它實際上是先選 那個什麼 這個 Full Serial Collection 1 這個應該指的是中山區 然後它後面還跟著一個 植物件叫Point11 Point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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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才是那個吧 才是中山區 前面這個應該是整個吧 整個圓形的部分 整個圓形部分 Point11 應該是指的中山區 點Select 有沒有 所以如果你有Select 就有個Selection 所以Selection指的是 中山區那一個 有點像那一塊 餅 那一塊餅 把它怎麼樣 Expulsion是炸開的意思 那後面的話 12是它的炸開的數量 OK 所以基本上 樞紐圖 我們主要就是六行程式就夠了 分別就是 樞紐分析圖 然後這個應該是新增資料標籤 那這個是應該把中山區給炸開 OK 那試試看 反正 你們錄製看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